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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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 哲府,然後我代表 GinnyVsummit 2020 工作小組來這邊提案 然後我提案的名字是 GinnyVsummit 2020 沒有人可以申告 OK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GinnyVsummit 基本上GinnyVsummit 其中一個專案是一群GinnyVs 志同道合的朋友們 在每兩年會舉辦 給這個社群 一次的年會 一個conference 我們會邀請 或者是 徵求社群裡外 各個對公民科技 或者是對社會議題有興趣的朋友們 來投稿 給talk 工作坊 這樣子的一個conference 今年的summit 2020 有幾個特色 上面的特色 基本上都是每屆的summit 都有的特色 全球公民科技的盛會 然後開放開園群眾協助 深度連結在地的社群 深度連結在地的社群 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今年從台北移師到台南 這是GinnyVsummit 多年以來第一次移到台北以外的地方去 那我們今年也比去 往年又更多了一天 今年是 12月3號到4號到6號 禮拜五到禮拜天 在台南 禮拜四到禮拜天 第一天是面海中 是另外一個GinnyVsum的活動 也是整個系列的活動之一 OK 好 但是這些其實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們 真完稿之後沒有人可以審稿 然後沒有人可以審稿 這個東西就不用玩了 好啦 沒事 這其實 剛開始開玩笑了 就是 如果大家有 對Ginny有一點點 認知的話 我們每次在說 我們 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些成語 就是沒有人的時候 我們說的沒有人就是 在場的所有人 所以 呃 我們就是想要邀請 在場的各個沒有人 一起來跟我們審稿 一起來看稿 好 對我們 今年GinnyVsum的2020年最大的特色 就是開放真稿的過程 也就是 所有的稿件 投到我們這邊來之後 都會在線上公開 接受公開討論 我們開一個討論區 你想要對那個稿件發表任何意見 你都可以在上面發表意見 然後投稿者就可以根據你發表的意見 來修改他的稿件 對 然後 其實我們還是有議程委員會升稿的 不是沒有人會升稿 但是我們稿非常多 有264分 對 所以我們要徵求對年底GinnyV 會有什麼議程很有興趣的人 然後對這些提案 覺得很有意見很不爽的人 或是覺得議程委員才八個很慘很可憐的人 或是不知道今天要參加哪個專案 然後要跳什麼坑的人 然後我們這個坑人隊新手搖戰 所以 新人們都可以來跟我們聊聊天 好 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家 謝謝哲夫 改到8月22號 大家一定要記得去改稿 好 小海姐是幫你去上台 小海姐是幫你去上台